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來到今季賽事的薩科,最後一次賽事了 今次賽事就跑了11場,照例頭場都會提早開跑的了 不,sorry,是4點正開跑,是跑夜邊,是有黃昏馬,跑11場 用的跑道就全闊的A跑道,特別東西就沒什麼了 旅遊讀斯系,又要看駕骨軍咯 旅鍵威又正是追到第二,還沒追到頭碼 現在追了兩個第二,第二數就叫做縮短點 雖然還是要贏兩場頭碼才過頭的,但是 如果星期日,可能是一win多過幾個第二的,那就已經夠了 都不出奇,因為大家都知道,星期日,旅鍵威那手碼 大家看上網,看新聞也好,買報紙,馬經也好 都知道旅鍵威那手碼都不是跟你說玩 看來真的想爭,冠軍有心 當然,你可說,會不會是扮一虛張聲勢 其實那些碼都不太行,但最重要 阿頓哥,我們這位潘大哥,其實都不少 都是那句,旅鍵威和潘頓這個組合,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在講今次賽事之前,我們回顧剛剛星期三,菊草殺科 無獨有偶地,全版的賽事 一二檔是相當之好成績 基本上,大多數場次都是保持一二檔發生的 頭三名的馬,一檔又贏得多 有幾場連 一二檔都不會輸錢 這一之間的 ultimo都不會輸錢 最後的一場也得一二檔,磅磅磅磅磅磅 三檔非常矮bir that's happening 但是還有一件事 全中九場馬回顧 雖然,昨天,似乎這問題的話 就是 projetMeenび to Solo 然後地排位附圍,還有梵mans 一對三個人是 wide-side 似乎這條第二名 第三場沒有5號 其餘的7場 長一場都5號 不是頭四 是頭三 跑第四都沒有 不是WIN就跑位置 或者跑Q 這一刻才得人驚 整晚都有5號 是第二第三場沒有 其餘場次都有5號 那你想想 究竟是真的這麼巧 因為5號多數都是中榜 西蘭巴頂磅 大蘭巴輕磅 這麼巧一隻都中榜 這麼有水準交 還是為什麼呢 真是不知道 總之長一場都有5號 只有第二三場沒有 那另外 有一場晚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那就是第七場 我覺得全晚唯獨是 最難搞是這場 原因就是 首先 大家都知道 還看今早的全熱門 的確他最近幾場的表現 都告訴你 好像不錯 不過高草的表現 都沒有什麼證明 但都熱到他只剩2個2 然後他其他配就麻煩了 接著配上去的次熱門 就是4號精益大師 接著 聶寶琴五福星都說低過10倍 調轉 這一場 老闆 其實街磚三 街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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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0-50倍的倍率 竟然有20多倍 只有20多倍 可以想知道這隻馬其實是有飛的 然後這兩隻馬跑到第2-3人 當然啦 如果潘頓的聶寶琴跑了一點 街線應該只有第4的 你看到他怎麼跑 反正他都要押後言順 但其他馬就很有趣 就沒什麼聶寶馬揹到飛 是一隻環空金珠一隻二殺 所以全晚來說 我覺得最難玩的就是這一場 因為環空今早可以隨時告訴你 他不在這也不會出奇的 不過勝在他爬了一檔 全晚有一檔這個威力加持在這裏 所以變相報名就 隱隱瞞為跟你接過一段 真的發揮得很好 最後剛剛緊緊熟 頂得住這隻街尊三 否則差點都被人拖 街尊三就是了 大碼二檔 又有表現交了 那常晚來說 其他幾場呢 其實很老實說 一點難度都沒有 你看到我賽前四選 即是出的那些四選 其實大碼一份 場次都 基本上包了兩隻三隻都沒問題 但唯獨士這一場 除了環空今早 結果替還有一場 沒問題 所以並未 wiel 那可説一下這場 到後懸迅 想搞些什麼了 講完我們星期三的賽事 是時候想想怎樣搞星期日的賽事 星期賽事首先搞了列馬斯 一如以往 剛才都說了 呂健威大手出擊 現在66V 53的第二 對著五盤姐67V 54的第二 兩樣都差一場 因為只是計冠軍數字 所以變成除非兩個都平頭 那就數到貴軍 貴軍沒得好說 其實他只需要 一win兩個第二 就已經夠爬頭了 因為五盤姐這手馬 不知是否純粹想守著勝局就算了 我就真的覺得不是有什麼特別 第一他每一組出的馬不是很多 再加上他有正選出賭菜的馬 亦都不是特別好分量 因為他各自那組 第二場二班千二 第一是轉組 就是轉場過來跑 韋小寶 六到二班跟你跑 不過韋小寶都退得七七八八 所以看看有沒有機會中癌 有些狀態吃到吸索 其實都沒什麼貨買的了 後面無敵精英五班 跟著就是初戀 上次初出跑過潘頓 跟著就是堅廠 後面有比特星 我做到有排大大大 要看艾兆麗怎麼發揮 這次馬是艾兆麗跑 殺手又出手了 然後尾場就是仍然威風 搭長龍區 數得到的 只有他一兩隻 在那組叫做好一點 其他真的全部都是 我覺得他各自那組 都屬於偏下風的嘛 相反呂健威就不玩了 龍之輝上次下雨 再強一點 爆你 一條街回來 導致他加分加很多 上次贏了六個幾馬位 在三班日 一下子就 上來84分 加了11分給他 上來跑二班了 包裝必勝 最高分是他 這一組 你跑一級制賽 我們跟你跑二班馬 然後後面來了 龍船派那組也是一般的 一般的意思 一般的意思 真的不太特別 後面有包裝福星 開心樂團 搖搖領先轉潘頓 後面有一隻閃星輝煌 包裝天壯上次 猜出即勝 然後繼續潘頓 後面有好勁力 尾場再搭手機飆霸 說真的這裏不是每隻贏的 當包裝天壯打搭贏 然後搖搖領先 報民轉潘頓 很大機會 補得中 補中 我當這裏有兩回合 五盤子 幸運的 可能在前面 胡敵精英五班有機會有回合 我當是幸運 大家都拍著馬車 但跑第二 他後面那一集 其實 裏面那一集 跑PACE 一點都不難 跑一條Q 包裝福星有機會 龍船快擺在前面 走又有機會 潛聖輝王 他那組也是厲害的 然後後面就很厲害 手機標白 贏不到都起碼會有些前列回來 所以便順利見我這首馬 都相當相當之惡 好了 我們在講完 曾冠這一方面 好像近來一集 太敘迫在這裏 摘下去買他們那一集 好像不一般 那樣 看看護級形勢 丁冠豪 差兩次 那頂腎呢 差十一十一 就可以護卡成功了 這次沒有殺他那群聰明 上次四個星期不行 那這星期不問我 這集可以 罪風雲可能有機會 但上次贏了 然後定數 反而我覺得定數要看 大家都應該留意著 這筆定數 然後 永勝金規合金王 我也覺得他們各自 在他那組 不是太下風 不是沒有機會爭的 有少少形勢幫手 跑好少少 他隨時有機會是贏得到的 丁冠豪隨時 今個星期日 可以護級成功 都不出奇的 都不出奇的 是的 那麼 護級形勢就說完了 中下游那一群 因為只有一個護級 所以沒什麼好說 中下游那一群 大部分出的馬 的數字 大家都差不多 即是六至七隻馬 大家差不多 是呀 徐宇石比較少些 只有四隻 然後尿康明又少些 只有三隻 不過尿康明一向都是這樣 不是特別 即是他很少出 好像前葉上面 高冬來審查成方 在這一站 六七七八隻八九隻 尿康明都是三四隻 三四隻這樣出的 那麼 黎超聲之前都說 點評過 他今季是不合格的 看看他離貴 質心又如何 容天鵬 下季又見到他了 成功續到牌 過了健康那一關 但是今次他也有明星買出 占士德 然後喬峰連贏了兩場 他有沒有機會打到三場 佳應勇士就由葉彩寒轉過來 今次有優先出賽拳 跑這場四班千二 後面有菲林布 尾場幻影旋風 前面有隻諾斑魔戒 頭場五班 快要殺賣的線路光明 這次他手碼都不錯 容天鵬 其他賀言那些 沒什麼太特別 買到維持水晶那些 但是 有沒有機會交頭碼 或者有些分在手機買 我也覺得沒有 但極速之聲 金德爾和曾有 我也覺得不錯 上面希斯也是 那手碼也沒什麼特別 最近可能博德文 變成好像 最後一天看上去的賣 好像一般 羅庫荃金劑 就把蜜壓在下半場 追風 嘗試跑得好 然後有隻 苗芳華 然後 一班千龍米 弄三隻下去 知足常樂 發財先鋒 保羅成全 後面有隻散 流完被血之後 不再會跑 有十二夢想 然後美麗在線 尾翔金的大紅布 這一集 我覺得是一半 羅庫荃金 今季都不合格 他現在才剛剛叫做 有上季的一半 你想想 蔡翰都上季跟你撼到底 都叫做多你四圓 雷劍威這些 不要說 連年都可以保留在前列頭三四位 所以變相 我覺得 連馬斯真是一季季來的 很少可以做到很穩定 保留這個水準 雷劍威就可以了 雷劍威就連年大多數都是這些 即 基本上應該這樣說 自從擁有了金槍六十之後 這個馬房 明列前駕得很緊要 最少五季 金槍六十六八歲 來選 即是說真的 近這五六季 雷劍威馬房穩定了很多 那 姚本輝今次手馬都厲害 十一場 只是二班千二武出馬 出足十隻 不過每一隻馬 又不是很特別 陸續威可以留意 第六場 然後有一隻全神公主 第三場 然後後面有隻 第八場 我覺得是這幾隻 其他我都覺得 沒什麼特別 那 審集成就是 收了爐 只有四隻 很明顯看得出 收爐就知道 星期三 拉斯搞定 之後就收爐了 勇進當然都搞定了 然後有什麼獵景追飛 至最神區好好分家 巡河灣 都普普通通 方家帕又 沙田又不是那杯茶 即是沒有菊草 那麼好 這集馬我覺得一般 風雷步 又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其他馬就是一般 可以選擇誰 即是 蓮馬斯 阿塞都收工 出小飛入神池 尾三場 明心之遇 行運同行一定美麗 他全手買一隻 行運同行是最不行的 其他一隻隻都OK 叫不錯 但如果要選個蓮馬斯來買的話 你可以在兩個人的選擇 一個熱的旅鍵麥 一個冷的其他騎士丁冠號 是維浴士選這兩個 一個是護吸意志 一個是增冠 不是不想有五盤子 但五盤子的壓力是來自於防守 防守位置 他不是主動型 所以他可以沒有頭碼 完成星期日的賽事都可以 只要呂健威不贏 所以呂健威一定是全力爭取頭碼 那位來的 所以變相 要選擇的話 在意志上 戰鬥力上 要選擇 如果大家不喜歡 刨熱碗 搞冷碗 那就選擇其他騎士 其他蓮馬斯 丁冠豪 因為我覺得 丁冠豪應該是可以 筆倒葉才對的 搞完蓮馬斯 那就搞你的騎士 剛才都說了 潘頓 都和你騎爆 幾乎 阿呂健一整堆馬 龍之輝 然後搖搖領先 蟬星輝王 包莊天將 這一堆都很清先 但他也有幫五盤子跑 跑初戀和堅廠 都不知道他幫得哪一邊好 龍之輝贏 然後跑程鎮偉 桃花多 塞翰小飛俠 然後幫五盤子贏回初戀 搭建廠媽寶 然後要做一口三寶 要做搖搖嶺 才不會放人包裝天將 潘頓 三連勝 然後看就好玩 這個遊戲 但當然 這個幻想的美麗 現實是殘酷 哪有這麼順滩 下面田坦都不是騎不足 都是騎十隻而已 第二場二班沒有馬跑 波紋少些 騎九隻 又兩場沒有馬跑 今次沒有人騎足 每個都是差點差點 毛顯東拿著兩邊在手 只有四隻馬跑 陳佳希更慘 又只有一隻 戰鬥英雄私家車跑 陳佳希現在跑七馬 多數都是跑私家車 跑自己騎開贏開的馬 都可以跑 其他馬都很少找他 新的都很少找他跑 但我覺得 陳佳希也不太差 對比王志宏 我喜歡陳佳希的王志宏 王志宏今次都有份跑 五隻馬 全部都是擺前套放頭類型的馬 看他放不放頭就不知道 大多數都是前置型的馬 他騎的那一手馬 楊明良剛剛贏了一隻木火兄弟 這次也有四隻馬跑 也不錯 看下季會不會有機會可以 記住大倉 或者大馬主 成績可以再上一點 其他騎士就沒什麼特別 騎的馬都差不多 喜愛心 這次也有騎好幾隻阿呂健威 不過早段場次下半場 多數都交給潘頓了 所以騎士這方面 我沒有太大執著要選誰 潘頓手馬的確 比任何一個都惡些 但是這麼熱的 好像蓮馬斯一樣 我唯有推介 兩個給大家選擇 一個是其他騎士 另一個就是潘頓 冷的就是其他騎士 純粹是種錢 贏少少都不要緊 只要有錢收的話 那你就要選潘頓 對啦 那變相 這次來講 是選潘頓和略健威 這個組合 又要再跟他死過而已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按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交流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